台北市万华这起枪几案一共是开了32枪造成4人中弹 那么起因疑似就跟帮派内讧有关 那么开枪主前邱国龙他是万国帮的大佬 当时呢他是先去前往汉口街的一间商业大楼里面来找红杏脚头阿迪亚要谈事情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之下 红杏脚头还有小弟两个人是当场中弹 分别是先中9枪以及5枪倒卧在险货之中 之后邱国龙呢他又转往逃逸了 他是前往了贵阳街的青山宫 要找许姓副主委 但是这回他二度来开枪 行修之后他跑到了青山宫对面的饮料店 挾持了店里面副主委的妻儿等4个人 但是这时候远警抵达现场来做部署 同时也跟嫌犯展开对峙 过程当中也早导致一名远警大腿中战 那么刚才了解呢 当时邱国龙跟青山宫副主委家人诉苦 说自己死也要死的有尊严 特别是释放对方去构知警察不要来开枪 但是就在晚间的8点50分 邱国龙当时挟持最后一名人质 走出店外自尽身亡 青山宫外骑楼 许姓副主委与枪手邱国龙在谈事 但他的身份不止副主委那么简单 他的爸爸是万国帮创始人 而他则接任副帮主 双方一次谈得不愉快 副主委无奈贪手 随后转头往宫里走去 但是阿国不肯放过追了上去 掏出欲藏枪支 边跑边开枪 副主委腿中三枪痛苦倒地 枪击第一现场在汉口街上半大楼 万国帮的堂口 满地的鲜血触目惊心 靠门口的红杏被害人 是万国帮大哥绰号阿迪亚 也是终身带的接班人 案发现场西门町观光发展协会 就是他经营的 更曾因为利益纠纷 在大楼内公然开枪 阿迪亚生意越作越大 却疑似吃掉了同邦派枪手 阿国的利益 酿成这起枪击案件 阿国角色是在跟旧经营者的立场 跟他一起共同经营 那经营者经营不散之后 外立进来之后才 新山共副主委才找一股新的势力进来 那找新的经营者进来 把他整个吃下 邦派介入旅馆经营 但是旧派系 邦国龙一伙人却累积了10亿债务 富满新派系的人没帮忙 反而趁机找金主 把整块大饼吃下 万国帮邦派其内讧 邦派牵扯的利益 复杂衍生私人恩怨爆发枪击案 酿成严重的治安问题 最终报道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